就是这张照片引发争议 暖呼呼的床垫棉被 统统搬到柏油路上 脸盆牙刷一个不少 一个个消防特考学员 无论男女立正站好 站在自己的床塔边 被质疑这么冷的天 13度低温竟然露天睡觉 没有睡在那边 就是下来全部集合 去做那个整体的示范 原来是误会大了 他们全市消防特考班学员 人数一共714人 从16号开始 为期三周的军训周 为了内务管理教学 折棉被得折得像是豆腐块 有棱有脚还外加 就是肚折脚 折棉被有学问 要折出角度更是不简单 消防训练中心学员 往年大约3到500人 今年人数暴增为714人 一时之间实在找不到 适合的室内场地 才统一带到户外 是一个误会 那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训练 是由于我们的空间有限 那为了统一 让学员的内务 可以有一定的一个摆设 当天户外温度只有13度 南投竹山消防署训练中心 训练学员折棉被 照片引发误会 事后证明乌龙一场 据宏建民南投报导